为了让学生提早认识职场工作和生涯规划 提升交通、法治观念到认识社区的好邻居 华联县玉里镇玉里国民中学师生 特别到华联县警察局玉里分局 由郑陆轩老师带领八年级师生共26人参访 现场由玉里派出所副所长王震南热情接待 参访内容是警用执行装备展示及体验 还有居留室的实地参观 学生们亲自穿戴触摸体验枪械、防弹衣、酒测器等等 殷勤的装备 现场的笑声惊呼声不断、热闹不已 学生们各个相当兴奋地抢着要先体验把玩 跟辣植一样推出来 你要吃狗羊肠吗 好,检测是零 学生们在参观并且聆听完检介之后 对于派出所的运作方式以及警察工作都有了初步的认识 透过互动加强学习的目的建立正确的交通、法治以及自我保护的观念 使交通、法治教育向下扎梗 我们了解更多于警察的事情 从不知道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更加是容易的 让我们更有趣去看可不可以来考虑一下来学这警察题 对警察的那个行业 这个行业都有很多的兴趣 还有疑问 然后感谢今天的各位 然后帮我们就是破解我们的PT 玉立派出所静态宣导交通安全、富有安全以及犯罪预防、廉政伦理等等的警政工作 让学生们懂得自我保护、加深预防犯罪的印象 最后学子们针对警察工作提出了相关问题相互的交流 在欢乐气氛中圆满的画下句点 记者高雄双玉政采访报道